追梦路上永无止境 玉夏秋生长在农村 那时家里经济条件差 孩童时代父亲就告诉他 唯有读书可以改变农村女孩的命运 玉夏秋至今感激父亲的这句真言 恢复高考后 1981年 玉夏秋不负众望 成功考上了苏州医学院 成为长江村第一位女大学生 那时他整天梦想者成 毕业后成为一名白衣天使 终于毕业了 一心想去北京发展的玉夏秋 被分配到北京的医院 但他的父亲实在不舍得女儿 飞得太远 最终他被改分到了无锡医院 成了一名妇产科医生 从住院大夫到主治大夫 再到副主任医师科室主任 玉夏秋真正实现了自己的白衣天使梦 荣获了 人才贫瓶颈 招呼到大学生 村民们 你一言我一语的 对玉夏秋的父亲讲 你女儿不是大学生吗 又是我们这里出去的 回来帮帮我们吧 就这样 在父母的劝说下 在家乡人民的召唤下 玉夏秋放弃了心爱的医疗事业 回到了生他养他的长江村 从此踏上了长江村的发展和建设争成 刚回到长江村的时候 玉夏秋像一个职场的新鲜人 不知如何面对各种从未接触过的问题 他自嘲道 以前面对惯了病人 但现在要面对的是需求多样的村民和精灵狡猾的生意人 实在心里没底 要想当好这个村干部还真不容易 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 之后玉夏秋沉下心 认真学习村及经济中相关产业的专业技术知识 不厌其烦地向技术人员请教 同时他又抽出时间 抽出休息时间 长江村党委书记和长江论发集团总裁的职位 当他从清华大学毕业的时候 他的眼界已经放到让长江村企业上市的蓝图上 2007年 长江村企业建了股份公司 经过三年的努力 长江论发公司集团于2010年成功上市 此后集团进一步发展 玉夏秋欣喜地说 如今全村资产总值从2001年的3亿元 增长到2013年的40多亿元 农民人均年收入从2001年的7000元 增长到2013年的2.8万元 长江论发集团拥护全国民营企业500强 在玉夏秋的带领下 长江村栽得了全村人民引以为豪的三颗耀眼闪烁的心 一颗是国际编号为5384号的小行星 2009年正式命名为长江村星 一颗是长江论发2010年的深圳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的上市星 还有一颗是2011年 长江村栽得的全国文明村星 追梦路上永无止境 玉夏秋说 我这辈子哪都无趣 就扎根长江村了 还有好多梦想需要在这片 生我养我的土地上一一实现 美丽长江 十丽长江 幸福长江 要让长江村 村美 人美 心灵更美 心怀梦想的人在哪里都能成长 都能发光 很多时候往往都是艰难的环境 造就了梦想之花的灿烂展放 有点赞 能够不耐心 入门 庆江 叶寨 赞江村 房屋 是非心态的环境 这种温散山上阳定水 也算是可态的 大度的温散山上阳定水 对于太阳定水 这种温散山上阳定水 在美丽长江村的水 入门 树青山上阳定水 入门 树青山上阳定水